你看到这个非常年轻的2P小将没有 大家好 欢迎朋友们来到红东哥游戏 现在给大家带来是正在瑞典 盐雪平举办的G86 世界杯预选赛啊 俗称的门票赛 哇 这是日本最强的阿鬼玩家 也是目前全场里面唯一一个用阿鬼的 阿鬼版本更新之后也是得到一个 些许的提升 黑卡鲁啊 非常年轻的小伙子 估计只有20岁 可能都不断20岁吧 来吧 加油 用阿鬼来参赛的 那真的是非常有强大的新的 虽然说版本更新之后他被加强了一些 但是还是非常难用啊 顶级新态的玩家才能把它用好 还处于开发阶段吧 独立现在面对这个阿鬼 凹了一个角度 可惜这个奥迪角度害了他自己啊 声动不重后围 DPLIX也是拿到了世界杯门票的男人啊 他在上 6月3号 在美国的比赛拿到了门票 进防之后 反头 这抗头打完之后 开始关注我 一旦被鼓猎关厕所 真的就会非常的难受的 对方赶紧出来 现在阿鬼没有斗气啊 想跳过来又被关厕所 没斗气 对方用不了 阿鬼这灯就不亮了 鼓猎不派马 鼓猎不派马 好了咱们继续来看比赛 现在来自于 LIX 对一战 黑卡路 日本最强的阿鬼玩家 面对加拿大的LIX 自毫不虚啊 用这个角色来打鼓猎 确实也是有点难度 实话讲 他的输出是没有鼓猎高的 压之类也没有像鼓猎那么强 完全拼自己的强大心态了 好了来看比赛吧 发起的第一步进攻 阿鬼没有让对方懂多 但是阿鬼经过自己一点点消耗 把对方体力啊 干到了还有三个 但是鼓猎这次 机会 抓到之后就是一步 大伤害 你可能没有 这个伤害 成功的把阿鬼的体力干到了贪血 阿鬼现在 哎 机会来了 带怒他 直接三七C 点血 死 绝杀 点 来看比赛 左边是Nex 右边是日本的Tekaru 阿鬼上来就是一个自动头 阿鬼是一个移动头 的 特别人 进方打反击成功的把对方的体力啊 再次修罩到三哥 对关键对方是处于中毒状态 这是阿鬼的一个角色设定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能让你中毒 诶 骗拆头 鞋子压制 对方蹦放 但是阿卫反蹦放 一灯又亮了 日本黑卡罗亮灯了 也就是意味着 他拿到赛点了 漂亮 还有机会吗 他居然跳入成功了 阿卫的对空手段 又是一个成功的斗技反击 蹦放 破蹦放 阿卫毫不留情的输出 自己的所有的资源 给他三七 操比辣 真疼啊 而且还是附带中毒状态 你看看 再立吧 胖克 你紧张吗 左边来的日本的黑卡罗 阿卫对着美国的胖克 非常年轻的小伙子 这哥们可能也就是20 20岁啊 他让我想起来中国的 G86新星 吞入对不对 胖克来参加比赛 也是为了他的好哥们啊 他有一个好朋友 嗯 为他来筹款 他好朋友得了 好像是得了很严重的 那种病啊 需要需要钱啊 他来打比赛 就是为了给好朋友来筹款 给好朋友治病的 阿卫这个角色是G86原创的一个女性角色 用的是蛇拳 还可以放毒 现在加米正在 被阿卫一对奥催飞 打完之后身上还带毒 你看看 体力双方很接近 胖克在上一轮是被小孩打得有点崩 现在阿卫没有独孤的赛源了 斗气酷竭 是吧 现在已经虚弱了 哎呦 这个 屁康一波带走了 直接地剑带走 能用阿卫这个角色打到了八强的 那都是非常非常有天赋的 非常有实力的选手 还年轻 如此年轻的日本选手阿光 用了一个非常冷门的角色 阿卫 打进了八强 有没有可能加米在这一次能够逆转 阿光为人撑到了 就是他这个强大的这个金黄能力 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金黄 水花蜡写手点了之后又复毒 加米现在没有太多的怒气了 要死了 双方各量 第一灯 比赛牌丸都是20岁左右的年纪的选手 他们也是代表了格斗游戏的新未来 对不对 新生态的力量 未来20年内 如果不出意外 他们两个还会依然活跃在国际赛场之上 加米要小心对方的下 你看我刚才说还没说完 对面下站偷袭出来了 第一时间 打高点压制 好好吃 想用地剑做一个缺反 来不及 阿会成功复毒 加米上有三七资源 完了 死了 凉气 小孩怎么样 小孩刚刚被 被大鸟踢了头 一灯都没有亮 小孩 被打的已经找不着北了 小孩 比较可怜 小孩还有一条命 带败者 胖克的心态 是他的硬伤 很容易 关键 关键时刻 吊链子 阿会现在趁他 兵与他命 对面没揍气 崩筐了 压制 死了 一气超杀 拿到了 又一分 好了 我们进去不到比赛 东西 现在对于 胖克非常不利 我个人是非常希望 胖克能赢 兄弟们 我希望他 再去打一把小孩 你们希望 胖克 要不要打小孩 现在加米还在挨斗 终于是解读了 这一次 双方换边 双方在 成功的再次复读了 胖克 胖克被打的 已经找龙北了 胖克这边说 what fuck 这感觉就像 刚刚小孩 打那个拉西德一样 不会打 不会打呀 这个家伙招式比拉西德还要诡异 套路更丰富 这个角色 又有头 对吧 又有对空 又有拖进 而且对关键这会 则更多 好啥 读一下 真的 这么灵的 再灯再亮 胖克就没有机会了 胖克跟小孩 会不会同样是 难胸难地啊 都被打了一灯不亮啊 被剃头啊 刚才他想是 广胎的 但是对方不上道 昂光这里 别看年纪小啊 心态非常稳 泵胖赢了 这个泵胖值了钱了 给胖克转暂的一个喘息的时间 但是 优势还是在阿鬼手上 三个赛点 怎么说 希望胖克能够顶住压力啊 他现在应该还是在 调整 还是已经适应了对手的 阿鬼的进攻的套路了 好了 小心 你下断 你啊 果然不是提案 一个蛇爬 直接偷身后 好像 不好使 哎呦 晃拆了 现在 一套 反弹压制 又开始 想抓呆 胖克反应还是在线呢 胖克对让人服气的 就是他的超强的反应能力 街霸50代 他的反应能力是公认的 数一数二的 在街霸肩子里面 很强的 加米 有灰了吗 这灯 起身OD空剑 赌一下 居然中了 这个大跳动脚 居然宁中了 敦斯的 阿鬼 成功了 给了胖克一个三七刷 带出了机会 对面没斗气 但是 阿鬼也有一个超杂的机会 哎 赢了 又是一个超输 调整回来了 现在需要就是一个强大的心态了 打擦河也是 胖克为人撑到的一个能力 就是自己超强的反应能力 打擦河战 现在没有办法了 阿鬼已经成功了 再次把他放毒 以气活活打死 这灯 打了胖克有点 睁不黑眼睛了 什么鬼啊 这么快 不到50秒就结束了战斗 第一灯 能不能是打到S灯 又放毒了 又中毒了 这个血 进防阿光最熟练的套路 就是这个 进防 胖克现在啊 还在中毒状态 一直被中毒 真打得受不了啊 完了 又进去了 还是中毒 哲泥妹的 活活要毒死他 胖克这些都烦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完了 胖克要回家了 哎呀 完全不会打 胖克要回家了 Street Fighter 6 Street Fighter 6